卫生署长杨志良今天又开口对医院说重话 这一次他是针对部分医院开设所谓的VIP门诊 病患除了挂号费之外 再多付一千块钱左右的场地使用费 就可以免排队看诊 不过使用的还是健保资源 杨志良今天指责医院这种做法 对其他的病患太不公平 他还公开点名台大 应该要赶快废除警服门诊 到台大医院看病 脚要大排长龙 常常要花好几个钟头才能看诊 如果不想排队 还有另一个VIP警服门诊的选择 警服门诊没有招牌 门诊却就在新大楼 大门南边小停车场前建筑物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诊 还得实现跟医生说好才能挂号 此时健保卡就可以享有免排队和专人看诊服务 而挂号费也比其他人要多付一千多块 但卫生署长杨志良说重话 指责医院已经违反就医权益 如果是健保 那就完全照健保的制度去就医 那如果是要VIP的话 那全部都是自费 所以说我独裁好像太严重了吧 不止台大警服门诊 养志良还指明星光同心的VIP门诊 比一般人多付一千元挂号费 就可以看健保 但这已经超过卫生署规定的挂号费上限 博英有台大医生持不同的看法 认为许多名人重隐私 不想排队 自愿多花点钱合情合理 你马英九跟郭台铭来台大医院看 难道我们叫他去普通门诊 做两个钟头吗 跟大家一起排队吗 这不可能嘛 尽管医生有自己的说法 但卫生署长杨志良之前 已经向台大医院反应过 最近还会找机会柔性劝导 除非只收自费的病患 否则医院最好废除健保VIP门诊 记者沈小青 蒋龙翔台北报道